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3年5月10日星期三 农历3月21日 欢迎收看日本新闻 2023年5月9日 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协夫人丁岳 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举行道任招待会 日本前首相福天康夫 揪山有继夫 环境大臣西村明洪 公民党党首山口纳京南 盛民党党首辅导瑞穗 自民党总务会长远藤立民 立宪民主党干事长刚腾克也 等政府政党高层 参议院副议长长斌博行 等落实多名国会议员 经济界 文化界 友好团体 地方政府和媒体智库代表 等各界人士 多国驻日使节等在日华销华人 中资机构 留学生代表 等一千余人出席 吴江浩大使在致辞中表示 中日一一带水 亦为可航 在历史的长河中 两国人民互学互建 两国关系也历经坎坷 进入新时代 作为永远的近邻 理应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 理应和平相处 互利合作 我们要坚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确立的原则 遵守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不忘初心 排除干扰 推动中日关系 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健康运行 吴江浩说 中日务实合作体量巨大 根基深厚 前景广阔 中共二十大已吹响中国式 现代化新征程的号角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和中国高质量对外开放 已经按下加速键 这必将为中日各领域交往合作 提供新机遇 注入新动力 双方应提高合作水平 拓展共同利益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吴江浩强调 作为地区主要国家 和世界第二 第三大经济体 中日共同肩负着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责任 双方应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准的国际秩序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抵制冷战思维 反对冲突对抗 吴江浩表示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45周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希望与日方一道 重温条约精神 履行条约义务 共促和平发展 既维护好中日关系正确方向 也为动荡不安的世界 注入更多正能量 吴江浩表示 身处百年变局 和历史演进重要关口 作为第十三任中国驻日本大使 将全力履职 同日本各界有识之士一道 奋发有为 不懈努力 共同开辟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光明前景 日本前首相福天康夫 志祝九祠 和吴大使履新 积极评价 近年两国关系 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成就 表示 愿同吴大使 和中国中日使馆 共同努力 推动中日关系 在新时代取得更大发展 最后 大家共同举杯庆贺 现场气氛热烈